我覺得黃國昌也惹錯人了 然後我覺得現在在看線上的朋友 你們大家來評評理 第一個黃國昌是真的無知 所以在行動治理上面 他去參加了 上面只有官員跟里長 所以他就提出這個建議說 他就說是內政部卡關 內政部趕快讓他過啦 他是不是在推動這個案子對不對 他是無知嗎 還是第二個 其實他非常的有知識 因為他是法學專家 他這麼厲害 他是專業立委 他怎麼不知道說 新北市政府就是因為 他想要把三重的果菜市場 搬到盧州去 所以這個案子沒辦法過 那這個案子為什麼沒辦法過 我先給大家一個概念 因為你們一直在說三重果菜市場 看不太懂 先給大家一個觀念就是說 橘色這個部分是什麼地方 這是新北市政府所有的 跟私人共有的 這是橘色的這一塊地方 藍色的這是漁匯 因為漁匯跟私人的土地共有 這一整塊是 裡面有漁匯農匯火菜市場 蠻複雜的感覺 因為他們是共有的 那新北市政府擁有多少 有36%多 然後加上漁匯的話 21%已經過半很多了 那因為很複雜的關係呢 所以新北市政府想辦法 想要解決這一塊地 假設你是共有的時候 通常是會分割對不對 可是因為這是市場用地 那我分割以後還是市場用地 私人地主他會覺得說 那我這塊地能幹嘛 我還不是就是給你們市場用 對不對 所以呢 新北市政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就提出了一個都市更新變更的計畫 那這個計畫過了沒 我告訴大家通過了 通過了以後 他就幫他畫得很方正嘛 對不對 黃色這一塊就變市場用地 白色紅色的邊這一塊就叫做商業區 商業用地商業區 那這樣是不是很乾淨 很漂亮了對不對 就他可以不用搬走啊 他原地就好啦 對 那這個計畫什麼時候過的 104年5月就過了 然後呢 這個公文我給大家看 公文104年11月的時候 看一下這市長是誰 朱立倫 那誰代行 剛好 欸不好意思喔 就是侯友宜 代行 他不知道這個案子已經過了嗎 嗯哼 過了對不對 請問一下 你們在討論其他的弊案 有這個弊案嚴重嗎 直接被消失 他就說 欸那這個很複雜 這裡公司什麼樣很複雜 不然把他搬去蘆州的銀河灣好了 我跟你講大家不要情緒性 不用什麼三重人喜歡 蘆州人討厭 或是什麼人討厭的問題 這是法律問題 一個都市計畫 明明確確的 畫給你看了 你就是市場用地 結果現在 我不跟大家說喔 假設這個是可以公辦都更的喔 如果你要都更 你覺得這個國菜市場 是鐵皮屋啊 很舊啊 他提出了都更 其實新北市政府 是可以主導公辦都更的 但是他讓一個 叫立百代的建設公司 來辦理都更 原本 我告訴大家 這是要蓋六棟大樓 嗯 蓋33層樓 這個平面圖 建設 建設圖 設計圖 我全部都看過 而且還變更過一兩次 都已經要蓋了 在109年 侯友宜一上任 他說 他就拋 什麼公文都沒有 他只拋了一句話 一個新聞 他說 這個要搬去蘆州 三重果菜市場要搬去蘆州 然後更好笑的是什麼 蘆州 他這個上面寫的 重畫區 這是不正確 他叫做區段徵收 什麼叫區段徵收 就是面積非常大的時候 他不是用市地重畫 這個土地地主 他必須捐更多 給市政府 說拜託你幫我蓋公園啊 學校啊 環境更好 所以他們捐了六成 地主只剩下四成 那蘆州人為什麼生氣 因為通通也都畫好了 已經公審會 公廳會開了這麼多 通通都不知道 我自己我也都有參加 我通通都沒有人知道說 果菜市場要搬去這一塊地 所以新北市政府是突襲喔 這不叫突襲 這從頭到尾都是違法的 因為上面沒有 如果你去看區段徵收的法令 上面來說 我是地主 我要負擔的是 公園學校這些設施 裡面絕對沒有市場用地 因為市場用地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賢物設施 我為什麼要捐這麼多的捐六成 那我那時候市地重畫就好 市地重畫 我頂多可能是捐 我可以拿回五成五 我捐四成五給市府而已嘛 對不對 那我今天就是期待我的房價會更好 環境會更好 所以我捐了六成給市府 結果你送我這個 那為什麼 為什麼市府乾冒這個風險 因為利益很龐大嘛 我剛剛講說這本來是蓋六棟欸 現在全搬了以後 這個立百代法這裡蓋好蓋滿 然後市府要蓋什麼 欸我家我是豪宅欸 我前面可以有市場嗎 當然不要有市場最好啊 前面蓋運動中心 整棟的運動中心 五星級的享受 我告訴大家 這真的不是誰喜歡誰不喜歡 這是法律問題 這個內政部如果過了 誰敢蓋這個章 蓋了這個章以後 直接被移送法辦 所以只有誰敢 只有新北市政府敢 只有侯友宜敢說 但是現在有一個人更棒 黃國昌直接來挑戰爐州人 挑戰三重人 欸他不是法學博士嗎 所以啊你大家在評理 從第一句話我就問說 大家你覺得黃國昌 是真的無知還是假的無知 為什麼林淑芬說 你在幫誰講話 你是建商代表嗎 你是誰的門神嗎 誰怎麼不敢講 因為你為什麼會一直逼 一直逼內政部說要通過 內政部現在就是卡在這裡 新北市政府無法回答這句話 說你為什麼要把市場搬來嗎 為什麼硬要搬走嗎 你要搬來上面沒有 他搬去的那塊地叫公園用地 如果說市府這麼大 然後木無法紀 那為什麼要都市計畫法 都市計畫法為什麼要規定 那為什麼一般人民說 我家蓋一個什麼 那就叫違建 在農地上面蓋也不行 在工業用地上面要蓋住宅也不行 那為什麼市府可以執法犯法說 要公園用地要蓋市場 那真正的市場用地 他不蓋市場 他要讓人家蓋豪宅 所以我覺得大家評評理 為什麼林淑芬叫黃國昌出來打球 我邱婷我也叫黃國昌出來打球 你為什麼要一直 你到底在幫誰講話 你幫誰講話 這整件事情你們聽起來 受益最多的是誰 就是這個實施者 這個建商嘛 他可以突然變蓋十幾棟樓耶 那損失的是誰 我告訴大家果菜市場交易量是非常大 他是全台灣第二大果菜市場之外 他的水果量是全台灣第一大 萬一他們去那個爐州 因為他比較偏僻 交通不方便 對 那他們大家都不在那邊交易的時候 損失的是新北市政府的財庫 你的收入會少很多 你的交易稅會少很多 沒關係啦 財團可能補給他啊 財團 我跟你講 這就是一個奧妙的地方 就是因為這些交易稅 又不是錄官員的口袋嘛 對不對 但是財團是實實在在的賺到這個錢 錄他們的口袋嘛 是不是 那最後搞不好黃國昌講幾句話 以後他也有政治現金嘛 我不要說under table的 台面上他可以有嘛 搞不好他又可以多了很多那個 未上市的建設公司股票 大家還記得嗎 因為他有未上市的公司 建設公司的股票嘛 所以黃國昌 你如果要在電視上這樣講一講 你就公開來辯論 講說你到底贊不贊成果菜市場 三桶果菜市場搬去爐州 你不要再視視而非說林淑芬 好像是反對那個爐州的重劃案 其實不是 他非常的贊成 我們大家都樂見其成 而且所有地主就是卡在這裡 如果說那個賢物設施 他們認為的賢物設施 國菜市場搬去那個公園用地 他們就少一個公園 欸 thank you 剛剛喔這個廷衛講得很清楚喔 他說這個黃國昌 不知道是無知還是明明知道 我來跟你講喔 張義善有破了一個案喔 他說呢 啊他發現了啦 原來黃國昌的岳父的橫河建設建案 哀世紀社區 就在三重果菜市場附近 還敢在那邊跟人家大小聲 來這邊有個google map 三重果菜市場如果照廷衛講的 剛剛喔這個新北市府把它移去爐州之後 這旁邊就是騎車兩分鐘的路程 就是黃國昌岳父的建案啊 這不叫圖利財團 什麼才叫圖利財團是不是 黃國昌用法學博士的名號 在外面騙痴拐 所以要在這邊跟大家破解一下 台灣有六法全書 他就是民術的專家 其他還有刑事民事刑訴民訴 行政法憲法 這個不要被他的名號被騙了 再來第二個黃國昌講禮貌這件事情 讓我很瞧不起他 你當初去立法院的時候 是跟保六借過嗎 是跟他鞠躬坐一 請讓我進去佔領立法院嗎 你可以不禮貌 別人講話就叫低俗 你講話不就很高清無碼 什麼叫做低俗 他還吼范雲呢 他這個叫七三趴二 他回頭看是范雲他就大聲 回頭看是韓國瑜他就這樣 院長你好 回頭看是侯友宜 回頭看是侯友宜 不好意思我東西掉了 黃國昌就是個七三趴二的傢伙 我一直在想黃國昌到底算偽君子還是真小人 我發現他是又假又小人 今天這個事情很困難嗎 不懂就問嘛 我先不假設他的岳父建設公司 什麼蛙哥的 他在一個新北市的行動治理里長座談會上面 去發表說我想要趕快推動都是中央在卡 這個就是一個很無知的行為 你了解事實嗎 你知道李明的聲音嗎 每一個陳情對我們來講都有正反兩面 還有真假兩面 他只知道侯友宜的聲音 對他就是侯友宜 那你就去當侯友宜的 我不知道什麼 研考會主委之類的就好 你就隨便當一個官員來做做嘛 黃國昌到底拿到什麼經驗 黃國昌我就問一個簡單的 這四年沒有工作他怎麼活下來的 他四年沒有工作吧 對不對 他怎麼活下來的 他也不接我看他也沒接什麼官司啊 你有印象黃國昌打下什麼大案嗎 你講謝長廷是律師 你會記得他跟這個侯友宜 在南非五官事件 你講陳水扁是律師 陳水扁在過去海事法的時候 跟國民黨御用律師陳長文打一個大官司 你講黃國昌是法學博士 你有印象他打過什麼官司嗎 錢從哪裡來 這四年怎麼活下來的 徐曉星至少還急急隱隱 勵志寫在臉上 黃國昌錢從哪裡來的 我自己就有接觸很多 跟我講過黃國昌的故事的人 所以黃國昌是 他不是什麼真小人偽君子 他是又假又小人 我們就討論這個問題 如果黃國昌每天都像他在 立法院質詢的這麼大聲的話 為什麼不跟林淑芬辯論 會怕啦 為什麼不敢 對不對 所以我講一個很簡單的 今天假設我們現場四個人都是立委 他喜歡質詢頭部的東西 我喜歡質詢身上的東西 他喜歡質詢大腿小腿 他喜歡質詢鞋子 是我們自己的功課 我們自己針對自己研究的領域去質詢 互相不干涉 黃國昌最厲害的事情就是 我在講我的事情 你們為什麼不跟著我講 你自己在講你的事情 我要怎麼跟著你講 然後呢 等到他講到別人的事情 我們各自有各自的分工 不同委員會不同專注的東西 等到黃國昌不小心講到 我覺得這個蘆洲三種果菜是怎麼 我覺得蘆蘭蘆北開發很重要 被真正在研究這個議題的人 跳出來說來 出來辯論 沒事不知道在那邊亂講什麼 他就說沒有 你講話很低俗 含血噴冷我不要跟你講話 黃國昌就是一個傲嬌的又假又小人 這個 國昌啊 藝川跟你說大學的時候 他們你們兩個很熟 聽說把你罵到哭 你不願意承認 然後你的成長過程之中 來到了高雄大學 很幸運的跟你同時起在那邊 想想聽聽你在高雄大學發生的事情 你又回避不講 我覺得這個人啊 他就不是一個現實的人 不是一個實在的我們在社會上會遇到的人 讓這樣子的人掌握權力 然後偏聽 耳朵嗚起來 不願意聽其他的聲音 去處理這種 很大規模有正反意見的 不管是都更案 或者是選民陳情 都是風險很高的事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琦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